我做了一款3D跑酷游戏 它可以跳 也可以滚 最重要的是它也可以跑 刚毕业的我突然想做一款游戏 所以呢我就在Google上搜寻 Mobile Game Ranking 然后意外发现有一款游戏 在几年前我朋友吉利的推荐我玩 然后它竟然在前十名 所以我决定 试试看 于是呢我下载了这个游戏玩了一下 嗯好吧我还是别玩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这游戏要让我取正名字 看起来不错 避免我有拖延症 所以我列出了我感觉 我需要做的事情以及日期 然后分飞到每一天 这样我就知道我当天要完成什么了 嗯 但我还是拖延了 总之我还是在某一天开始了 打开Unity 下载两个package Cine Machine 跟Input System 为了证明我不是金金铁 我可以去翻译成中文了 但是 嗯我下载了两个包裹 电视机跟输入系统 嗯 然后呢 开始研究怎么让我的角色移动 经历过几个小时的尝试 它可以左右移动了 虽然看不出来 但是它在我心里是移动的 因为我的电脑告诉了我一切 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与测试 我 还是没成功 现在的问题是 我可以左右移动了 但是它又会自动的回到原点 濒临崩溃的我 决定去睡觉 晚安 起床后的我 成功了 它现在不仅可以左右移动 也会跟着移动方向看了 重点是 它还可以跳了 哇 但是 我的电脑生气了 它似乎不太满意这结果 所以呢 我决定忽略它 嗯 很好 保存跟打勾 接下来 我必须开始制作地图了 所以我花了几天的时间 尝试捏了一些东西出来 因为是第一次学习这个 做的不是很好 再加上 关于艺术是需要天赋的说法 我本人非常的认同 所以呢 我一点天赋都没有 请忽略它们的外表 让我们把它放到游戏里吧 看起来有点小 不过 还可以吧 嗯 应该吧 不管了 就这样吧 接下来我花了一点时间 捏出了一些东西 经过我这仅有的艺术细胞 我的游戏看起来像游戏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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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测试的时候 一直感觉哪里怪怪的 直到 我捏了一个人出来 看起来 有点帅 不错不错 是我喜欢的类型 因为长得太帅了 我突然决定 想要帮他取个帅气一点的名字 看着英剧的外表 以及帅气的脸庞 我决定叫他 孤同囊 既然制作出了这么帅气的人 当然也要搞一些动画了 由于我想要在一周内做完这个游戏 所以我使用了Mixmo去套用的动画 我选了三款跑步的动画 最终使用了朋友喜欢的那一款 让我们看看他跑得怎么样吧 跑得特别的好 只是呢 跑得有点慢 姿势呢 也特别的奇怪 所以呢 我就增加他的速度 然后 跑得好像又太快了 好吧是太快了 真的有点快 啊 听不下来了好 嗯 好 我做了一些动画调整后 发现我的角色 在行动上异常的不便 跳跃呢 没跳好 跑步呢 跑得也没多好 再看看这个动作 做得很标准 但是 怎么就下去了呢 呵呵呵 再仔细看 呃 不是看他的屁股 就是 他在抖动 很细微的抖动 为了怕你们没看清楚 于是我拍了这一段 注意那个圈圈抖的不行 于是我决定 重新做一遍 经过挑战 现在看起来好多了 接下来就是处理减金币 为了让金币有火力一点 我掉了动画 总之经过我一般的测试 跟设计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 终于做完了 然后当我玩的时候呢 我发现少了个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 音乐 跟音效 于是我 很有行动力的 开始学习编曲了 因为学的不是很好 将就听一下吧 现在来听听看完整的吧 音乐 想听完整版的话 去玩游戏吧 玩的时候记得看一下游戏操作 因为我忘记打在游戏里面了 既然做了音乐 所以也顺便做了音效 但是因为太累了 我就没有录到影片 总之 我的游戏做完了 就是bug有点多 之后找了几个朋友来玩 然后 他们都死得特别快 所以我的第一个独立制作游戏 我的评价是 特别烂 这部影片就到这里了 记得订阅 按喜欢或不喜欢 我是Ava 下个月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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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